不要在那邊整天嘴炮 然後沒有做到任何一件 跟你有正相關 這個土地其實跟我們大家都息息相關 我對真智有興趣是真的就是在 好久以前就開始就是爬文 然後從八卦版 因為他PTT是一個我覺得很神奇的平台 就是你只要有帳號 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有發言的權利 所以只要有任何的時事也好 或是有一些大家有感興趣的事情也好 大家都可以透過帳號在上面發表言論 那因為我的ID就是蠻短的 所以有時候發表一些 其實以前是不是隨便亂 亂玩就是可能亂講 然後就沒想到那樣的風格 也有一些人願意支持著我 跟我走在一起 只要這個帳號一出來 然後大家就說戰神來了等等 就是亂發言亂戰人這樣子 然後所以也是 以前你都會挑什麼文來回啊 政治文啊 馬英九啊 打馬英九的文章啊 我是很以政治工作者自居 我覺得這個行業沒有什麼 因為我從小看我爸到大 我不覺得說這個是什麼比較厲害的行業 所以你現在已經以政治工作 如果以後沒有的話 你也會繼續在政治裡面效力 對 我會覺得說就是 那是我一直以來都想要做的事情 我要 畢竟人生只有一次 我就是也要做這件事情 我不太會選舉 我不 我雖然說有幫我爸爸助選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去 所謂操作吧 我只是希望說 別人 雖然說很多人是透過網路的形象來認識我 知道我 但是 其實更多的是我們桃園這些 在地的鄉親 他們不一定知道我在幹嘛 所以我會 需要就是提前 讓別人來認識我 所以我提前跑了兩年 我不是說我 今天報名 然後明天去登記 然後後天就 登記就已經選上了這樣 不是 我覺得這 是要經過努力得到別人的認同 網路上的東西都是很虛的 包含說群眾的鼓噪也好 或是說我一定支持你 我什麼 我覺得我很多東西 我還是實際上下去操作的時候 我會發現其實有其困難度 慢慢的去 轉換人家可能對我什麼 正二代的看法 其實現在我出去我覺得我還蠻開心的 但是比較不會有人 一直問我說你 您把耐我來 哦 哈哈哈 對不對 這兩年最感動很 很感人 然後他們就說 欸 瓊惠來啊 然後我就覺得 欸 對對對 我就是想要這種感覺 他們會說我們瓊惠啦 我們這 你叫做出議員的女兒 對對對 對 對 我就會覺得說 嗯 我要的就是這一種的認同 而不是說我 我永遠都是活在我爸的這種底下 我覺得他做的事情很好 但是我跟他不一樣 我最希望是 我 不管是走在我這個生長的街道也好 我覺得 大家可以想到 欸這個 曾經他有 幫助過我們做了某一些事情 我覺得這樣就已經是很 很好了吧 很成功了 我不會想說要 藉由這個東西當作是一個跳板 而是我曾經參與過 我喜歡在裡面 然後未來他 我自己有能力可以讓他變得更好 的時候我覺得 大家可以想到說 欸這個黃泉惠有來幫忙 他不是在 網路上講講而已哦 他是真的有進來哦 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是我的目標 對 在那裡 我剛才的是 我剛才會想到 在那裡 我剛才也有 是